Hello,大家好,我是游夏,今天咱们来做一个火焰款啊 首先我用普拉达红的薄薄的打了一遍底 这个颜色据好看,很少找到这么正点的彻立紫色 然后上了两遍颜色啊 这个颜色是一个通用色 像现在夏天做脚,然后春秋过年做手都是可以的 一年四季通用 然后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啊 19块9全国包用 画火焰横线不超过甲面的三分之一 是竖项的啊 然后竖项,竖项不超过甲面的一半 画火苗的时候呢 咱们中间火苗与火苗的连接出现这种毛囊状啊 也就是圆弧 然后咱们的根部粗,肩上的细 所以说呢 咱们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咱们在这个做的时候 你也可以就是说在往里圈填色 比如说你画的距离太大了 咱们也可以填色的时候往里边去填 然后最注意的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个弧度 这个就是毛囊状的地方 所以说咱们每一根火苗在连接起来的时候 全都出现小圆弧啊 然后如果说奶油彩绘胶平铺不太好铺的话 你们用个大点的刷子 不要用小拉线笔 因为它不流动 很有可能出现这个刷痕啊 然后你看啊 出现这种小毛囊状 然后给它连接起来 根部粗 然后尖细 奶油彩绘胶 咱们小店里边也是有的啊 14块9圈过包优的 喜欢的话找不到温小店客服啊 然后咱们画好以后呢 就可以去照灯了 火苗一定要调整好啊 不用着急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效果 最后咱们上加固三层就完成了 学会了吗 记得双肌哦 蒙的 拜拜 啊 咱们烧 啊 啊 啊